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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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攬球是我最愛的運動 開心 在球場上可以尖叫 每一下子尖叫都可以舒服我的壓力 你說多好呢 對我來說可以攬著球 所以我盡情在草地上跑 對我來說應該是最幸福和快樂 攬球當然是一種小孩活動 因為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而且很放鬆 這個過程 好快 好快 就看小事千尊 其實極為寒冬 有血肉有情感 心跟你傷痛 就算生活之中 煩憂傷痛 黃漢四周的人重 是我身體重痛 對我身體重痛 對我身體重痛 籃球 日本給人的印象是外國人的運動 因為這項運動 是由英國引入的 當外籍人士來到香港生活 有空自然就會玩籃球 享受那種在球場衝刺的樂趣 不過近年 越來越多香港人喜歡玩籃球 籃球的普及程度 也提升了不少 好 其實玩籃球也是一個比較消限的運動 因為我都可以對著一片比較大的草地 你知道香港地少人多 其實很少機會可以接觸一片這麼大的草地 去跑步 玩你喜歡玩的運動 匡文是一位體育老師 一般人會認為 教體育應該會比其他科學輕鬆 匡文就說事實並非如此 教體育一樣有壓力 而壓力再來自那班學生 好 今天跟大家做一個主要耳頭肌的耐力訓練 一開始的時候 向上 下 上 下 上一下 在學生訓練中 很多都會聽話 有時候叫他做這件事都會做 很多都會跟隨我要求的指示 但是也有些可能會太受保護 有時候可能家長會太疼他們 不是那麼聽教 可能回到家 家長可能會覺得 他們好像無不改良 對學校可能會有點不滿意 我的壓力就是主要這樣來的 而減壓的方法就是 玩籃球 玩籃球 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你平時在球場上 可以尖叫 可以 真的跑 真的撞 但如果你在街上 你不可以無緣無故 大聲尖叫 真的跑 真的撞 人家可能以為你是傻 育文最享受玩籃球的原因 就是不斷地跑 和不斷地撞 但是最初接觸的時候 原來是另有目的 第一次接觸籃球 其實是我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開始 其實我小時候就在英國讀書 我當時都經常被外國的同學欺負 因為我看到他們身形都比較健碩 我有想過如果我玩這行運動 我會不會像他們那麼健碩 所以我就決定了玩籃球這個運動 慢慢玩一玩 其實我也會做一下健身 慢慢令到我身體比較健碩 這樣就開始融合到這一行運動 好了 到第二邊了 一樣 浩文是籃球隊的球員兼教練 而肥潘和Ken就是籃球隊的主要成員 他們兩個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新一代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90後 肥潘現在讀中學 最初打籃球是希望幫自己減肥 但是玩了接近兩年 肥潘現在已經完全投入籃球的世界 我覺得玩籃球是很幸福的 因為籃球是一種團體的運動 需要很多人來玩 我們隊友能夠聚在一起 我覺得已經很開心很享受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都因為不同的事 就算很親近的親人 都不是經常建議 我們可以經常建議 我覺得已經很享受 Ken是大學生 平時讀書的時候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一有時間就會打籃球減壓 不知不覺 他在球隊的日子原來已經很長 在我這間球會九年左右 其實當初可能人數真的不多 到現在人數都有一定的增長 其實我認為籃球其實是需要更多資源去發展 令到這個運動可能給你一些大型的運動 例如足球和籃球 這些有相當的一些流行性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籃球流行程度 都算可以大型有改善空間 例如我平時在街上很容易看到 買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那些店 但相比之下 買籃球用品 就相對比較少 甚至可能是沒有的 這個不錯 挺硬的 又不是很貴 不過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漂亮 不過現在魔來家 可能因為足球的關係 我們要穿的衣服 都還是很容易買得到 但如果你說其他籃球用品 例如shoulder pad 在地鋪都還是很難買得到 所以說如果這裡可以多買籃球用品 這樣大家就會享受到多些籃球的樂趣 Gennifer 在這間樓上籃球用品店做事 她本身也是香港籃球隊的成員 在這裡上班 如興趣於工作之餘 又可以為籃球員服務 推廣籃球可以說是出了很多力 你好 你好 好 這些球挺有趣的 挺有型的 挺有型的 咦 我的衣服 我們去看看這衣服好不好 這件OK的 不過這件好像漂亮一點 這件好漂亮一點 你是不是想看打球衣服 或者casual衣服 是呀 我們想看看比賽的行為 比賽 我可以看這款 打球的時候比賽 流汗穿都很好 那我們回去問問隊友 好嗎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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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了 至於加入誰 有打Fullback KK是Homen的對友 他們有共通點 就是大家都曾經在外國讀書 KK當年在紐西蘭自然就更加容易接觸籃球 其實我小學的時候在香港 我從來沒有接觸籃球這個運動 直至到中學的時候 我去到外國讀書 因為其實那邊的生活都很悶 也開始有些當地的同學 也開始帶我去玩這個運動 我開始的時候 初時都覺得沒什麼特別 也都不是特別喜歡的 慢慢就開始愛上了這個運動 慢慢開始喜歡了這個運動 也掌握了很多技巧 我到今時今日回來香港 我仍然還在玩 我和Homan都是打籃球而認識 我剛回到香港和他一起打球 其實他的性格就好像他大小孩 他表面上平時教球的時候 就很嚴肅 對隊員很兇 他一做賽就罵 但私底下其實就很玩不 也都和隊員的私底下很合 也都很開心 經常一起玩 甚至經常去街都有 所以其實那些隊員 學律也都很喜歡他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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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整個籃球比賽 我都很享受整個過程 無論我傳球給隊友 或者隊友傳球給我 助攻 甚至我被人搶了球 又要想辦法去搶別人的球 這些過程也是非常享受的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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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在model公司 管理model artist 的日期 和他們的造型 拍一些官方照也有 說起壓力真的有 有兩間公司同時 可能要同一個模特兒 我們要怎樣配合他們兩間公司 其實我們也要考慮 要怎樣跟這間公司說 另外壓力方面 我覺得最主要是來自家人 例如早6點開工 可能是深夜3、4點才下班 其實家人不是做這行不會明白 因為他們會覺得 女孩是否走了去玩 去玩 有時真的開玩笑地跟他們說 我有給你錢 那我是不是去玩 你說有什麼減壓的方法 減壓的方法 都是只有一個 我去到球場見到那群隊友 我最開心 Creeny覺得每次打籃球 都會享受到開心的感覺 不過原來最初吸引到Creeny 玩的竟然是教練的一句說話 一開始我上去球場練球 突然間有一個香港隊的教練走過來 就說Creeny 你的身體很棒 我第一次這樣被人稱讚我身形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叫我肥妹仔 他稱讚我身形很棒 自然開心 他就開心 很興奮 都會有問為什麼 原來打籃球 有一件事叫Tackle 即是撞擊籃球 他就說我很適合去玩這件事 身形比較強壯 就是我的優點之一 左邊沒有人 左 左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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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球隊裡的位置就是FORWARD 嚴格 其實我簡單來說 FORWARD就是負責聰 两人 爆出來 你說最開心的那一刻 莫過我 可以清開了一些人 還有砰開對人 那一刻真的很滿足 我很喜歡看我的阶友 可以一起打球 尤其是Kim 其實初初認識她的時候 她好像很兇 但其實她是一個傻大者 有一次她比賽 她忘記戴衣服 其實正常應該會很害怕 但她只是一句 哎呀!我真的大猛了 其實她很搞笑 她很友善 我們待會就 打Touch 現在分開顏色 粉紅色衣服的這邊 粉紅 粉紅 2 4 6 8 阿Kim現在的職業是籃球教練 她曾經在2009和2010年 入選香港籃球隊 可惜兩次都十字印帶受傷 不過阿Kim始終都沒有放棄過 玩籃球 到現在來說 我都是康復了 我現在都有繼續玩 雖然受過兩次傷 但其實我 都沒有想過放棄這種運動 因為這種運動 帶給我的快樂 是遠遠超乎過我受傷的痛楚 因為我是 真的享受這種運動 所以即使我受了傷 我都會繼續玩 因為我是享受 其實團隊精神 對於籃球來說都很重要 就是因為 我們每個隊友都投入 去玩一個運動 你投入就自然有默契 自然可以發揮到團隊精神 我們打完一場比賽 或者練完球之後 其實我們就不是說就散了 我們都可能會一起聚一下 聊聊天 我們可能會講講 唱後檢討 講回長球打成怎樣 或者剛才練成怎樣 都是一種團隊精神的延續 因為我們都是鼓勵大家 互相提點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麼改善空間 所以其實我們是給一個機會 大家去深一層去認識大家 即是我們是由隊友 已經是變成了朋友 我是因為開始打籃球 入了這個球會才認識了這群朋友 在比較熟悉的朋友之中 Queenie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她給我的感覺 就是一個開心果 經常笑 也帶給別人很多正能量 很開心的感覺 我初頭見她的時候 就見她肥嘟嘟的 嘖嘖 其實她打起球上來 其實撞起人上來 也挺有威脅性的 其實跟她一起打球也很開心 今天在這裡舉行的是 女子15人籃球聯賽 大家自然當然很想贏這場比賽 只不過 Queen對勝負好像有了另一種新的看法 以前的我都會看輸贏 都看得很重要 因為你贏了就是贏了 你輸了就沒有了 忍恨了 但其實打了那麼久 其實勝負 其實是否真的最重要呢 其實現在對我來說 不是 其實你贏了固然開心 但你輸了 輸了的時候 那你怎樣去 在錯誤之中 怎樣在失敗之中 吸收的經驗 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打籃球是一個過程 你去學習 去成長的一個過程 所以你怎樣去投入這個過程 怎樣去享受這個過程 才是最重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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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頭髮 它是5-0 這完全沒有 1-2-3 BSTV 1-2-3 今天是一個比賽 不過今天不幸運 輸了一點 不要緊 我們享受過程 就可以了 下次再來 謝謝大家 好多球類活動 都是相同性別類比賽 就好像女生與女生比賽 男生與男生比賽 但籃球 就有一種男女混合玩法 叫做Touch Game 浩文和KK 也是因為這個玩法 而認識到Akim 和Queenie YOU 男女混合玩的 其實我們叫Touch Game 身體接觸比同性的玩 比較少 我們這個玩法 基本上碰一碰 可能肩膀或腰的地方 就會停了 就會再傳播出去 我們男生 看到女生玩的時候 我們都會比較斯文 身體接觸比較少 因為有時和異性的玩法 其實我們都很享受這種玩法 亦都非常開心 浩文和KK 大家都有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小朋友 可以從小感覺到籃球的樂趣 哨子聲開始 看哪一個小朋友最快 預備 開始 打籃球很好 可以在室外 在草地上跑來跑去 尤其是太陽 可以曬下太陽 還有籃球這個運動 適合一家一起玩 可以很享受家庭的開心樂趣 好 我們全球的時候 我們怎樣全球 怎樣撥水 要撥水 要撥水 由下面撥上去 行不行 喜歡是因為想去跑一下 做運動 等保護自己 可以做多些運動 身體好 轉個大圈 對 鍵底 很大很大的 行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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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小朋友 有多些運動 籃球其實手腳協調多好 手腳並用多好 還有很多樂趣 可以參與 逐個傳 好 我其實每個星期 都會盡量抽時間出來 義務地教育小朋友 培育一些新的球員出來 現在我發覺 其實小朋友比我 以前幸福很多 因為其實 無論會有家長陪同 也都是場地上 甚至教練上的很多東西 配合給小朋友去玩 準備 開始 還有另一個 你站住 我都幫你拉 踢過去 加油 其實我們希望 想把玩籃球的快樂 可以帶給一些小朋友 嗯 除此之外 也希望小朋友 享受到這種樂趣 還有籃球 似乎一個團體運動 希望他們學會 什麼叫做合作 什麼叫做團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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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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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生活感到無奈 你自然會待來待去 他曾經跌入生活困局 啟發起用腳多走幾步的念頭 我不怕走,但我怕站著 足跡踏遍全港 在網上發起遊街活動 真的有人加入 通街任我行 有甚麼人生體會 我拍照很純粹為了記錄 我去過這個地方 所以走來展覽這一步 我覺得也是很順其自然 《香港故事》 下星期日晚7時 本港台